奇瑞风云还真是有点想要出圈啊 他们刚刚发布了风云A9 没有两天 马上首款SUV风云T11也发布了 那如果你要是熟悉奇瑞的车的话 那么这个风云T11吧 你就可能有点似曾相识 它呢有点像放大版的瑞虎9 尤其是车头的轮廓和瑞虎9 还真的是有点相似 扁扁的咪咪尔的大灯组 只不过中间的进气和logo部分的是封闭的 那T11这个车吧 定位是一个大型的SUV 所以说它侧面没有很明显的腰线 也没有像瑞虎9那样做6倍 就是一个挺大气舒展平滑的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车还用了对开门 BCD柱都做了熏黑的悬浮式处理 前锋岛上还能看到有激光雷达 那据悉呢 T11也是昆蓬的超能混动CDM系统 那发动机变速箱电池 以及电池的管理系统 全都是混动专用的 新车大概四季度就会发布 那风云这个品牌吧 两款车现在还都是挺有看点的 所以你要是明年或者想买车 或者是想要换车 还真的可以关注一波奇瑞风云 那具体的情况 你可以去懂拆地看看 在新车早上的发动机会 我看见了 大型的车